染发装年轻去打工 不是都装年轻吗 为什么有人说我装老来骗粉 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快要40岁的新人up主 暴力俱语的频道 对 我就是那个还幻想要造彩虹的人 今天我们来聊聊找工作 如何 谈钱 Everybody 我差点yes 前面咱们已经聊过了具体面试的问题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接下来hr就该找你聊心愁了 要谈钱了要谈钱了 前夕终于过了 开稿了开稿了 你倒是妥卧呀 来我看看你到底有多 开始我们的回合制 博弈战 当你还在轻轻作态 牛牛捏捏 不好意思开口的时候 一个熟练的hr 单刀直入发起共识 那么你这边 希望的薪资是多少 又来一个新人 看起来很好忽悠的样子 你抱什么架 我都给你一难腰 不要慌不要慌 先以公为首 反手就是问一下 公司的薪资结构是什么 底薪 绩效 参谱 花费 五天 五显一斤的缴纳比例 等等 现在谈的是税前还是税后 到底是底薪 还是全部的总额 我们这些薪资水平呢 绝对是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哦 平时的福利这方面 您不要担心 而且每年都有调薪机会 哦呦 还知道要反问我 看我不跟你表演一下 什么叫做说了等于没说 谈判时 对方会模糊具体的福利待遇 并给你画一个饼 一年有非常多次调薪的机会 永远不要和制定规则的人谈规则 算心之识 财务随便成一个某个戏 数学差点呢 你都算不明白 一直在同一家公司 掌心速度是非常慢的 除非你已经做到了 而管理层参与了利益分配 Round 3 配记打完了 那到底怎么回答呢 重点重点重点 你要对行业平均待遇 有一个相对准确的认知 明白自己的劣势 明白自己的优势 你所处的行业水平 分析它们可求你的程度 这就是你的股台 你不要太过降低你的预期值 对方只要对你有印象 就算你多报了 他还是会继续跟你谈 但如果你报低了 对方只会在你报的价格上去压价 实在不合适 你报多低的价格 对方也不会要你 注意 你报出的期望水平 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 而是一个浮动的区间 给双方都留下一个回旋的空间 才好继续谈下去 当双方都僵持的时候 HR可能会问你 你目前的薪资待遇是多少 方便的话 您可以告知我 在上一家公司 你的薪资水平如何吗 有点难缠啊 看来我要拿出我的杀手 他需要一个锚定值 对你做出判断 你可以瞎说 但是背景调查这关不好过 普通建议还是坦率回答 但是你说的这个数字 一定要包括所有额外的收益 连加班下午茶呢 夜宵呢 端午节的粽子 中秋节的月饼 都算进去 好吗 说完了以后 再顺道表述一下 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 你得到了什么奖 业绩如何 解决了什么困难 等等 如果没有特别精彩的瞬间 那就补充 我现在这个老板 答应我 给我掌心百分之三十 要留住我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想要去别的平台看看 一个字 绝 有些公司给出的待遇 并不是你的理想心资 但我建议 不要立刻起身走人 对方给出你这样的待遇 要么就是行业下滑 才要压你的价格 要么就是在面试中 你有明显的不足 真诚的与对方沟通 表达想要知道 自己有什么可以提升的点 这样也可以换一个角度 对自己有个更全面的认知 好的好的 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可以回去等我们的通知 反正工资又不是我发 我又决定不了什么 包上去看领导怎么说的 喂 我被录用了是吗 嗯好的好的 我下周一就过去报道 yes 从今天起 你就是无情的打工人 不要去流水线上工作了 他给我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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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我打电话 他们不用我呢 真是人生无常 大肠包小肠 恭喜你 无论是哪种结果 你都积累到了经验 你走上了更好的求职路 人生中的每一步 都没有白走 祝大家 升官发财盆满锅满 还不敢请三连一下 关注一下 其实我觉得自己也挺闹腾的 哈哈哈哈 我是暴力志宇 喜欢我你就关注我 欣赏我你就鼓励我 谢谢观看 爱你 好 对 对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